歡迎收看地球環境線 我是盈婷 好多人都想要騎重機 想要感受那熱血的FU 可是兩顆輪子有點怕 好像最近大家很流行 騎三輪重機 一年半開放下來 市場又夠熱 熱到什麼地步 我們來看看 台灣打破了金氏世界紀錄了 這次一口氣 141輛三輪重機 一起上街頭 一起騎 騎了5.5公里 過去這紀錄都誰在拿 荷蘭在拿 這一次一拿拿7年 這次換台灣變成No.1 寫下這紀錄 可見三輪重機真的很受歡迎 同時我們來看看 其實很多的傳奇故事 比方過去台灣很喜歡的野狼125 還有包括過去 真的是偶像帶動大家 在買オトバイ 郭富城Aaron拍的廣告 記不記得啊 今天我們直接現場 有6台以上的實車來分享一下 到底重機 三輪重機 打檔車 白排車 蔡奇亞省車怎麼挑呢 今天將來討論重機俱樂部會長 蕾妮的 大家好 七夕的網站站長Singo的 銀婷好 大家好 七夕的答案張乃婷 銀婷好 大家好 重機業者大鳥 銀婷好 大家好 兩輪耶 很多人都說很擔心自己駕馭不好 可是其實這市場非常的大 可是有時候想到台灣常常都在下雨 我騎起來真的有點不安心 車型車款非常多 等一下再幫大家分析 但是我們光涵這個輪胎的部分 其實選擇上面就有很多的 調整的空間對不對 比方說很多人挑熱熔胎 Singo大 對 那個一般來說 大家有一個觀念是說 如果抓力好就像熱熔胎 我這邊有帶一個範例 就是說像這樣的熱熔胎 它的好處是說 它的抓力在晴天都非常好 但是你大家看 它的胎紋其實是很少的 今天下雨的時候需要排水 就需要這些胎紋 所以那時候我們做了測試 就是說我們拿不同的胎來做 就是熱熔胎或是一般的晴雨胎 或是原廠胎 我們來做了一個煞車測試 我們會發現說 其實熱熔胎雖然晴天的時候 效果非常好 但是一到雨天 它的表現會變非常糟糕 這個時候反而是原廠胎 或者是晴雨胎 它的效果會是比較好的 就是說 就是變成我們常常說 熱熔胎在晴天的時候是一條龍 雨天就變成一條蟲 反而是晴雨胎在晴天雨天表現 其實是比較中性 是比較穩定的 你們這個測試就是 我騎時速60公里 然後在雨天我們就進行刹車 看看它那個距離的狀況 是 我們做這樣的測試 實際上當然這部分是讓大家知道說 其實不要有所謂的熱熔胎迷失 實際上你要根據你使用的環境 或你使用的地區 然後來決定你要用什麼輪胎 當然如果你覺得這些東西很麻煩的話 其實你有很多很好的選擇 比如說騎三輪車 三輪車 三輪重機 是 因為它的好處是說 因為它的前面是兩輪 我們來看一下 它對於路況的狀況 其實比較能夠容易克服 比如說今天下雨的時候 甚至路上今天有沙 有碎石頭 它其實都不需要擔心 就是說女生騎在上面也是 就是你根本就不用擔心說 我必須要有很好的平衡感 因為從頭到尾 你怎麼樣它都不會往旁邊側 對 就像你碰到地上有水或石頭 一般兩輪機車會滑 三輪其實都不會有這個問題 它就可以很穩的過彎 因為三個輪子 三個點 形成一個平面 所以它的穩定度 其實是比兩輪機車來得更好 確實 除了三輪車之外 如果你一般的兩輪車的話 輪胎要好好跳 如果你真的用到三輪車 你的輪胎跳更好的話 你就更穩搭搭對不對 乃哥 你不是常常在環島跑來跑去嗎 沒錯 然後你有時候南北奔波 最近你不是才剛回來 你是不是就騎三輪的我印象中 對 沒錯 其實我今年到現在為止 大概環島了兩 三次 其實這一台 宏家騰這台三輪車 其實我在大概兩個月前 我也騎了它 本來是要環島 就環了半島而已 為什麼 我個人覺得是 剛開始看到這台車的時候 我本來想說 它就是一台很奇怪的一台車 然後就是你騎在路上 應該很多人會去看你的一台車 就你很享受人家注目的目光吧 的確一點都沒錯 我跟你講我騎在路上的時候 每個人都看著我一直指著說 你是不是周杰倫的那台車 巧虎 巧虎 沒有 沒有 的那台車 所以這台車在大家的印象裡 都非常的深 大家都叫不出名字 但是你知道三輪車有多穩 來 我們來看看 你看我們在這個螢幕上看到的 只是它的那個廣告對不對 你看看起來那種感覺 是不是很不一樣 但是我們回到現實來看 你看我這三輪車 現在我是用它的這個煞車系統 已經固定住了 我沒有用這個所謂的邊柱跟側柱 你看 是不是很穩 對不對 它整個你看它輪胎 當然這個是因為是定住 其實我放開的話 它是可以傾倒的 我推你 這也是一個專利 這個專利其實在我剛開始騎的時候 我必須承認 我第一次騎這台車的時候 我只是加油門出去的時候 我完全不會騎 為什麼 我完全不會去平衡 那應該是更簡單嗎 對 我完全不會平衡 我說我要轉彎 我到底要怎麼轉 我根本搞不清楚狀況 但是這個問題大概在三分鐘左右 我就完全釋懷了 為什麼 因為我把它想得太複雜了 我把它想得是兩輪的摩托車 我用兩輪的摩托車去騎它的話 我就錯了 它就是一台 你又把它當成一個 非常簡便的一個交通工具 結果後來 大概第一天我還在熟悉 就是它的煞車 油門 動力 還有一些它的配備 其實我覺得所有的交通工具 都是要尊敬它 你一定要熟悉之後 你才開始慢慢的去駕馭它 或去享受它 從第二天開始 我大概這台車 你就愛上它了是不是 我跟你講它的 我本來就是說 為什麼我會還半島就是這樣 因為我到第三天才準備出門 說我打算去還的 因為它讓我覺得太好騎了 太好騎的原因是什麼 我就說第一天我還在熟悉它 第二天我漸漸的 開始把油門加大 然後第三天我就去跑 我們重機最大的樂園 這個台三省 它高速彎很多 然後我去跑的時候 我就會發現 它在過彎的時候 我們就跟這個畫面上 是完全一樣 我可以做很大的角度的一個側傾 尤其我在過像台山 比較大型的彎的時候 你看它在轉彎的時候 我們從畫面上看 其實我的後輪 它好貼地的感覺 對 它完全貼在地上 黏在上面 而且它的後輪在一定的程度下的時候 它還有一種跑車那種 後輪驅動的轉向過度的感覺 但是它滑不出去 它不會讓你覺得滑出去 當然我覺得說像我們在畫面中看到 是在賽車場 所以車手做的動作 比我做的更大 但是我那時候在跑台三的時候 它的後輪已經滿胎 滿胎也就是說它已經壓車 壓到它的最邊邊都吃到了 但是前輪還是沒有辦法達到 是因為為什麼 我覺得因為你如果前輪也達到滿胎的話 你一定要在一個比較安全的地方去做 代表它已經在接近它的極限值了 所以你現場可以直接示範 讓它很貼地的樣子嗎 對 其實它在原廠的測試中 你注意看 它可以壓到這麼低 壓到這麼低的時候 你注意看它側殼還沒磨到對不對 沒有 但是原廠在測試的時候 它是把側殼都拆掉 也就是說它的傾腳可以做到很低 甚至大鳥還跟我講 他們在賽車場做的時候 所謂的外側輪 都還可以到離地的狀況 這一輪離地 外側這個離地 照樣它還可以保持 它一定的循跡性 那時候我騎完之後我就覺得 這台車真的非常適合 作為一個通勤用 為什麼其實它 接送小孩嗎 不管是你要接送小孩 接送女朋友 而且接送三四個女朋友 都沒關係 為什麼 因為你不會覺得累 接送三四個 這什麼感 沒有 再來它的座椅設計也不錯 你剛剛看到它的座椅很大對不對 對 所以它這個設計完全就是一個 屬於長途巡航的一個 速克達的設計 而且我覺得那時候 剛開始的時候 都覺得它車頭會很重 結果誰知道 它只要動起來 完全就跟你二輪的 抄架方式很接近 真的 大鳥 所以你們在賽道上玩過 它有很多的無限可能對不對 當然 當然 我們一般來講 我們兩個輪子的摩托車 它是兩點成為一個線 可是我們這三個輪子 三個點它就成為一個面 對 當然一個面的話 我們再做一個傾倒 再做一個重心轉彎的話 它會是多一個輔助的效果 所以說它的極限算是滿大的 對 因為我認識一些 比較有一點事業有成的男性朋友 他們也說 他一直想要玩重機 可是好怕 因為覺得自己不是那麼的反應 那麼即時的人 可是這個車子帶給他很安心的回饋 難怪最近那個什麼大遊行 一次141輛也算滿猛的對不對 對 這個三輪車遊行 其實最早 大家知道是在2006年 是最早是在比利時 他們是一開始是60台的三輪車 在做這個遊行的活動 後來我們現在比較知道 2009年荷蘭的那一次是110台的三輪摩托車 110很多了唷 110還非常多 不過它那時候的限制是 兩輪是後面的 一輪是前面的 跟我們現在看到的 宏家騰這一台3D360 是不同配置的 直到我們在6月18號 剛好我們舉辦了這個 三輪車的一個 金氏世界紀錄的活動 所以說才打破這個紀錄 不過它這個紀錄 說實在是滿難去打破 要求非常的嚴苛 我們整個的籌備時間 差不多有半年之久 英國的他們的紀錄觀 他們的要求 第一個他們要求說 我們2009年 它的世界紀錄的保持是3.2公里 所以說我們必須突破它的行駛里程 再來就是他們的車輛數是110台 這一次我們也必須達到111台以上 再來是說我們的行駛的期間 我們的車身不能超過兩個車身 也就是說像我們3D350 它的車身長度是2.1米 所以說我們兩台車的間距不能超過4米 一旦超過我們這個紀錄就會被終止掉了 有點像是接龍一樣 接得緊緊的這樣子 對 然後更嚴苛的是說它這個 我們這次設定的距離 是在從台南的山上鄉那邊的一個 那把國小開始行駛到我們的 宏家騰的總公司 這中間的距離是大概在5.5公里左右 可是這期間他們的要求是說不能有間斷 這5.5公里我們必須一台接著一台 所以不能中間溜走去加油吃個東西不行 不僅是你不能中間溜 還不能有外人中間亂入 所以說我們必須沿途5.5公里 全部用封路的狀況 前後我們也安排了我們的警察車 也是騎乘我們的3D少林 來做一個前導跟後面壓隊的動作 才順利有辦法把這個東西來完成 難度很高 所以說大家要重置沉沉 然後大家要配合 還不要有路人家一比亂進來 我在這個車隊中 我騎的也是膽戰心驚 因為都很怕說 它限制我們的時速 也還不能超過30公里 所以說我們有時速上的限制 有距離上的限制 還有說我們它中途又 這個里程數中 又配了12名的檢驗官 看看我們在中間有沒有摸魚 或者說違規的動作 如果說一旦有這種動作 我們的車輛數就會被剔除掉 可能就會達不成這個 金氏世界紀錄 這新的台灣之光 其實大鳥講這個 我們常常出去玩 如果是車隊出去玩就知道 可能SINGLE到了兩個小時之後 我才會到 因為你只要距離一場 大家的速度可能就會不一樣 所以它要達成這樣子 是非常非常難的 當然 荷蘭拿了7年的 這個世界紀錄 很難被打破 世界各國動場打破 台灣終於打破 滿厲害的台灣之光 這樣說起來 我們去年才開放三輪重機 未來一定很夯是不是 對 因為這個部分 就牽扯到法規 法規以前 我們的官部門認為 這個三輪車是 他們停留在所謂的殘障車 殘障車我們知道就是 前面一個輪子 後面再去加輔助輪 其實他們印象之中這叫改裝車 甚至你稱它為拼裝車都不為過 也就是說旁邊再加兩個輔助輪 可是這樣的構成是一個三角形 前面是轉向輪再轉彎 它很容易造成側翻 所以以前的三輪車 事故率很高 它這個舊法規就認定就是說 你這個三輪車 規限定你的引擎排氣量 不可以超過250cc 只要你是申請殘障車 你就被受到排氣量的限制 那洪家騰在這部分 他可能都被規範住了 所以這個法規解套之後 他就認定說 你們現在這個新的三輪車 是前二後一 這樣的一個方式 就像剛剛這個帶來他們講的 它就不是什麼輔助輪這樣 對 那它的這個一個抓地面積 就是一個面 它在這個行駛的穩定性上 是反而是比以前 我們剛才前面提的這種 舊式的三輪車還要更好 對 而且重點是安全 對 那如果是這樣的一個 一個所謂科技進步 一個提升 那為什麼我們的法規不做調整 對 你不可能這樣 一直沒守成規下去 所以這樣的操控 這樣的一個車 其實它騎起來是更簡單 更安全的 它也不需要再特別去考照 說我針對三輪車 我要再去去設什麼的限制 對 就不用 你可以直接上路 所以這也是很方便 然後也有不一樣的駕馭的樂趣 說實在的 可是大鳥 如果像是這種騎三輪的東西 我記得周杰倫三年前 國外就賣得嚇嚇叫對不對 台灣等於過了三年以後 才開始熱 有點可惜 沒錯 因為在我們 國外其實很早就已經有 這三輪車在市場在販售 不過台灣一直到 我們民國103年才開始 介入這個法規 然後才讓我們這三輪車 浮上檯面 其實這個我可以補充 像歐洲我們以前出差 雖然我們去試的是汽車 但是歐洲有很多地方 尤其像法國有很多那種石板路 鄉間小路 人孔蓋是凸起來的 而且它旁邊的路岩石其實不高 也就是我們說的這個人行道 其實它不高 有時候它就莫名其妙 要凸一點點起來 意思也就是說 摩托車如果兩輪的話 在這種歐洲的道路上行駛 其實很危險 當然它三輪車開始在歐洲 可以風行的原因很簡單 就是因為它可以克服這樣的路況 所以其實台灣 你知道台灣更適合三輪車嗎 因為歐洲只是因為它的道路設計 是原始的就是這樣石板路 台灣的設計不一樣 台灣是鋪平了還是永遠鋪平 狀況更多 積水積沙一堆都是 對 因為我們也常常在下雨 然後我們有很多山路 對 所以在這個狀況下 其實台灣更適合這樣的三輪車 剛剛大鳥就說過 說我在騎的時候 多少人問我 當然年輕人問我說 你是不是周杰倫的那一台 可是我相信我遇到的 年長的人非常多 是說這一台 現在已經可以賣了嗎 我說這大概已經上市一年了 其實很多人還不知道 我可以看得到他們那種 對 年紀到了一定的程度 他們對一個追風的夢想 還是存在的 有 但是更擔心自己 可不可以駕馭的 沒錯 因為如果說 一台速克達 不要說那麼大型的 一般小型的速克達 只要是前後兩輪 你到了一定的歲數的時候 你對速度感跟平衡感 都會有差別 像這一個有時候 像我騎到第三天很順 我停紅綠燈的時候 我甚至腳都沒有放下 就很輕鬆 就非常的輕鬆 它不只減輕了我自己的負擔 而且再來就是 我一直強調的是說 它的安全性非常高 好 等一下休息一下 回來再看看台灣最長壽的機車之一 野狼來了 馬上回來 這個階段我們進入了 國產機車裡面最長壽一賣半個世紀的野狼 是 四行程很多人其實還滿喜歡野狼的 童年的記憶就是它了 對 因為山陽工業從民國50年成立 56年開始它就推出這個野狼 野狼就是代號叫做CB125 這款車你看以前我們講重機CB111 在日本它是一個很夯的車型 這款車它締造很多的傳奇 它的前身是這個C50小狼 這個就是HONDA社長本田中醫狼 它能夠有今天就是拜那台車所賜 從樓上什麼 五 六層樓摔下來 還可以發動還可以騎 那台車真的非常非常用 台灣這個野狼也是撐騎半邊天 從以前的這個農業時代 一直到現在慢慢轉入工業時代 這台車從農夫的好幫手 載米開始 對不對 到現在 你這裡 到後來 公開其實這裡是一些米 滿滿的物資 還有活機 給它捆起來有沒有 都記得這個畫面 然後到現在你看到最可怕的是 這載瓦斯的 你要讓它 它背了兩個炸彈 載瓦斯的 然後還有什麼郵差 對不對 還有我們的官部門的一些 洽工的人員 還有一個警察 所以野狼真的在這個大街小巷 你隨處都可以見到 我講到一些比較更以前的 野狼代號叫CB 它也叫CA CA就是高靶 可能年紀再稍微長一點點 喜歡玩那種高靶的 那叫風神 那就是CA 後面還有排氣管走上來的 野狼有很多變種的 變種的那個叫做CS S就是Screamber的意思 就是這個地方是走上來的 對 所以野狼這款車 它演變出來很多的車型 然後一路一直發展到現在 什麼CP250 CP750 CP1100 它都一直持續的在賣 真的 所以這一台 在當年也是見證了 台灣經濟的奇蹟 一路這樣走過來 對 到現在為止 台灣現在的野狼 已經進步到150CC了 就是所謂的噴射引擎 然後前面的話就有 這邊古砂已經改成 古砂改成碟煞 這個地方 對 以前老舊的鋼絲圈 像後輪這邊已經改成鋼圈 鋼絲圈當然有漏氣的風險 如果破胎漏氣它會比較快 這個鋼圈的漏氣速度會比較慢 然後再來一個就是 新的野狼油箱也變得比較大 我們現在看到VCR裡面 這個就是新的野狼 舊野狼的話 它是從四速循環檔 新的野狼已經變成六速國際檔 我自己就買一台這個 一模一樣的給我兒子騎 你兒子喔 對 這叫重機養成 一路的養成的過程 對 因為它有出國際檔 就讓它先練這台車 這台車我自己都騎過 以前我們的野狼可以騎到 它馬表坐到140 以前這個野狼是真的可以騎到140 真的喔 真的 然後轉來說好麻 好像快解體一樣 然後我兒子現在的野狼 我有幫他試過 騎起來不一樣 大概只能跑到差不多110 因為這環保各方面的規定 越來越嚴格 攜帶不一樣 對 然後馬力一直被下修這樣子 沒辦法 因為這是法規的關係 可是張乃婷 你以前的第一台摩托車 就是野狼 聽說以前不是什麼郵差 公務人員 警用車 全部都是野狼 其實我相信野狼 應該是很多人 第一次學打擋車的車 像雷妮 他兒子好不容易 進入了21世紀 還比他我們那種苦難的日子 我們那時候家裡沒什麼選擇 家裡有打擋車 可能就是野狼 所以我那時候國中二年級 我們那時候鄉下地方 對不起 國中就開始騎摩托車了 可是騎摩托車的時候 我們要練 家裡有什麼 小天使48 野狼 名流100 你知道 我們在那麼小的時候 就會選車了 我們一定挑野狼 因為他是唯一可以打擋的 因為會騎打擋的車 男生就是帥 而且不只是這樣 你知道63年的時候 民國63年 野狼一炮而紅 是因為他有一首 大家耳熟能詳的廣告歌 那時候 再次畫面來我們看一下 現在看起來是滿呆的 而且還充滿了靈異的氣氛 沒有人娶自己會跑 但是這一 當年可以拍成這樣的廣告 很厲害 對 當年的 簡直是用電影的手法 我跟你講 而且這首歌 因為大師李太祥做的 李太祥做的這首歌 我說這個 再培康橋是那個什麼 徐志摩對不對 這一個是李太祥 那時候在我心目中 就是兩大文豪就是這樣 沒想到這是一首廣告歌 但是這首歌 我相信 我後來也有買一台野狼 那時候叫運動野狼 是有整流罩的 那時候我已經就18歲了 然後去買了一台上下課的時候 我騎上去我就會哼這首歌 很奇怪 我也不知道 就一個喪聲你知道嗎 你就文青了 對 完全就是這樣 剛剛盈婷有提到說 對 郵差為什麼騎野狼的時候 郵差不是常常被狗追嗎 經過大家研究一下 其實我跟你講 狗追的絕對不是郵差 狗追的是野狼 你知道為什麼狗要追野狼嗎 為什麼 因為野狼那時候 你知道文那時候的野狼 四檔循環檔 然後是白金點火 所以那個聲音有一個 特別的頻率 那個頻率是很不一樣 跟這種電子 電子的噴射的這種 引擎的聲音不一樣 文那是化油器的 所以而且不是用那個 現在都CDI電腦點火 文那時候叫白金點火 就是它是利用證實的方式 去打那個白金去點火 通電通電不通電 通電不通電這樣 所以那時候野狼非常的耐用 為什麼 因為它結構簡單 化油器白金點火 然後這個死地天天引擎 然後這麼多的組合 就是跟剛剛那個靈異事件一樣 譬如說它隨便都可以跑 爛路可以跑 好的柏油馬路也可以跑 每天騎也可以跑 對 結果郵差騎的時候 狗就聽到那個高頻聲 就去追了 就生氣了 對 它就去追那個高頻的聲音 可是你要知道 那高頻的聲音 不一定是我們每個人都會聽到 所以那狗聽到的 耳朵比較明顯 可是它研究出來 可能都是追那個高頻的聲音 而不是說是追那個郵差的關係 所以那時候我覺得 如果這個事情 不是在現在被研究出來 很早以前研究出來的話 我跟你講 警察也不會騎野狼的 因為歹徒只要養狗 很遠就聽到了 警察來了 那個比超音波還要厲害 你這是有科學根據的 對 這是有科學根據的 可是當然你亂講的 可是雷尼大 野狼是當年也是很厲害的 對不對 以它的動力馬力的 對 那個時候的野狼 應該大概有超過 10匹馬力 然後它是這個四速循環檔 也就是說它把一個速度 我剛才講 它極速可以到140 然後把它做成一個 四速的切割 我遇到一個 非常特別特別的情形 就是我們那時候 風火輪辦了一個 叫北宜最速男 然後我們就跑去北宜這邊練車 練車的奇怪 我就前面為什麼有一台野狼 我老師超不掉 那到底是什麼人 然後就試著去追他 那是野狼 不是什麼人 對 就試著去追他 然後追他我就發現奇怪 它的這個入彎的角度 還有這個路線 我們叫Track Line 路線 都非常非常的完美 我是整個卡普下去 幾乎都要磨吸 它是人車一直線的整個側壓 野狼那個時候是配那種 很兩光的直線胎 它已經這樣斜到 就已經快貼到地面 那我當然沒有欺負他 直線我一定可以把它抓下來 那我就是看彎中的速度 你到底可以把我拉開多少 每一個彎我幾乎都沒有辦法 把它抓下來 一直騎機機騎到 你不是騎NSR嗎 我騎NSR 我的車27匹 他的車才10匹 那好可憐 這簡直就是拿飛彈打蒼蠅 你知道嗎 對 結果後來到了平林 有第一個紅綠燈 我想要騎下來 這個人是何方神聖 到底是什麼人 對不對 我一定要過去看一下 跟他打完招呼 白色的野狼 有一張上面寫平林分局 然後我鼻子就摸 算了這個是高手 難怪每一個彎道 他好像都背起來了 彎後面的那種盲彎 他都已經知道要擠檔 什麼角度直接殺進去 那時候我真的對野狼 就是另眼相看 再不敢去笑那些 騎野狼的同學 肅然起敬 而且人家野狼很耐操 耐操到什麼程度 你知道嗎 野狼這個最有名的 我們講說他的死地田鐵 死地田鐵就是說 他這個鐵 他先讓他在空氣中 擺了大概半年 讓他去淋雨幹嘛的 讓他所謂的熟成 然後在那時候就熟成 好像牛排一樣 做熟成 然後再去斷 斷出來以後 他這個硬度 到HRC大概60以上 我看文獻資料是記載 他已經快到100 所以他引擎的這個硬度 活塞跟鋼壁的部分 鋼性非常的好 就非常的耐滅 你是針對他的鋼性 可是聖誕大 聽說他連加機油 你也不用太煩惱是不是 對 因為以前的同學 有一台野狼 然後我們就搭在哪裡騎 其實從找老一輩爸媽的時候 他說機車為什麼要換機油 我們都沒在換機油的 都是騎一騎 覺得好像擋不太好打之後 我們就再加一點進去 實際上真的我們試過 譬如大概他只要100cc機油 他就可以騎了 基本上真的也不太需要換 大概1 2萬公里 就是稍微意思換一下 實際上你只要不夠的時候 補一補就好了 正常不是3 5千 就該要加了是不是 一般國內的1千 對 實際上野狼 大家真的都沒在加 都沒有在換機油 都用加了就好了 實際上我們測試過 那個當然也是 剛剛雷妮大提到所謂那個 實際甜甜的功勞 因為它是在 實際上在1976年那時候 研發出來的東西 實際上這個科技其實 甚至還 連日本本田都非常鎮定說 你們做出來這樣的東西 他真的非常耐用 所以大家基本上野狼 真的是不會壞掉 你怎麼騎都沒問題 像我那一台總共 文家那一台放了18年 就騎了18年 馬表數字是賺了一圈 又再往上跑這樣子 所以非常非常的耐用 騎不壞 騎不壞 真的 就是騎不壞 大燈都換了好幾顆了 都還不會壞 對 講到重點 當年野狼的引擎 真的是不會壞 但是它的電器 是它一個問題 電器 電器的問題是因為 當年那時候其實 路燈沒有那麼多 所以野狼的發電量設計是說 它的發電量非常非常大 而且沒有上線的 所以我們以前在騎省道 比如說從台南高雄 騎回台北回家的時候 你發現說 我們騎越快的時候 燈越亮 然後一般我們都會開 那個啟示燈說 就是它要閃 閃 閃 你發現騎越快 閃越快 然後到時候 它就恆亮了 然後大概死亡 一 二 三 碰 就所有燈都都熄掉了 還是靈異的現象 全燒掉了 全燒掉 所以呼籲沒有廣告 所以你會發現說 很多騎野狼的騎士 它前面都會裝一個霧燈 然後好像騎乘 它就把它打開 就是我也是為了 因為它發電太多 然後讓電器燒掉的人 我們那時候騎黑牌重機的時候 缺很多材料 就從它身上採 對 整流器也會合 碼錶也會合 引擎還 萬用零件的 真的 所以野狼真的是太厲害了吧 對啊 油箱除了可以自救 還可以救人 你看多棒 這麼好用 難怪賣了半世紀 對 所以到現在 叫做野狼傳奇 野狼傳奇 根本是一個野狼傳說 我們小時候 野狼大概三萬多塊 現在一台漲到要八萬多 真的是 難怪能夠賣到半世紀 來 大鳥 我們再出來 可是打檔車 我覺得對於一些人而言 是有難度的 我們如果輕型打檔的話 可以看看 FY150對不對 小巧可愛許多了 是的 現在我們現在 其實說 國內外其實現在這種 輕型的打檔車 大部分都是走這種 我們蘇貞叫小徑輪 小徑的風格 所謂小徑就是 看可能是14寸輪框以下的 當然我們現在 國內常看到 大概是12寸的輪框 不過宏家騰 他這一款車是做的是 14寸輪框 好處當然是說 我們輪框的尺寸 再大一點 再寬一點 我們遇到一些坑洞 我們的車子的舒適感 跟穩定性也會提升 再相對的說 它的後面的懸吊部分 你可以看看 跟我們剛剛介紹的野狼 不一樣 你看它旁邊掃兩隻東西 完全是不一樣 對 這是我們俗稱叫 中置避震多連桿的 這一種設計 避震多連桿 對 它這種的 簡單來講 就是譬如說 像我們傳統野狼 這一種車子的設計 它遇到窟窿 它是直接去 用它的避震去受衝擊 去吸收它那個衝擊 就是它的避震期 對 可是你看到它這一邊 墨遊 對 沒有 它是利用一個連桿的方式 所以說它遇到坑洞 它吸收這些動能的效果 會是更好的 會達到更舒適的效果 所以如果說 你沒有辦法駕馭野狼 你也可以 你也可以 當然 因為這種小禁車款 它的座高也相對的低 一些女生 或者一些男生 它非常適合這種 當作第一台的入門的車種 也是說這種車 當然我們現在現代化的車種 配備也當然會相對的好 像剛剛他們講的 我們以前小時候騎野狼 騎到時速100 麻的跟什麼一樣 好像一個氣血循環機一樣 可是現在新的車子引擎 他們都配有所謂平衡軸 騎越快 反倒它的震動是越小的 隨時騎上路 都不是太大的問題 等一下休息一下 我們回來看看台灣的另外一個 機車界的這個騎機 蘇克達 也是機車界的神車 馬上回來 要測試你跟我是不是講推 我就直接講受不了的酷 然後看看酒井髮子 有印象我們大概年紀差不多 當年就是這樣 除了我們剛剛看到野狼 後面有個酒井髮子之外 接下來現場 領導1.25後面還有終生名菜 領導1.25現在路上還能看到 他媽的你大 是 這台車現在的這個 能見度應該非常非常少了 主要當然是國內就是有一批人 專門在玩這些所謂的這種 老2T 所謂2T就是二行程的一次 把它復活起來 像這台車就是整個這樣 把它翻新 翻過來 它看起來很新 對 這個我們就要講一下它的歷史 當然在五年級後半段生 他們會對這個名流100 耳熟能詳 很有感覺 可是這個五年級後半到我們這 六年五班中間這一段 應該就是領導 那個時候正好是台灣這個 所謂的disco 舞廳的開始 什麼戴安娜 什麼跳動100 樓下停的不是領保接你 保證是領導 領導在那時候真的是位為風上 然後還要改排氣管啊 改什麼 像這個後照鏡 來... 我們來一定看這個後照鏡 對 怎麼會長這個樣子 後照鏡為什麼要裝好 沒有 後照鏡不是應該要這樣嗎 對 我說他這個 他應該在這裡 他這個是台客文化的創始者 因為在那個年代 當年是怎麼樣 在那個年代 你去disco都是怎麼樣 因為頭髮一定要整理得很帥 對不對 那我們那年代又不用戴安全帽 所以停下來以後 風塵浮浮 頭髮亂了 來 排骨酥拿出來 排骨酥 然後對著這個鏡子 這個是做saddle用的 這不是拿來看後面的 所以你的後照鏡是照你的臉 輸你那點油頭 所以我剛才講就是說 他們台灣的這個disco文化的 剛開始 這邊就是當然要改音響 邊起邊聽音樂 什麼泰山男孩 路易男孩 Modern Talking的那些音樂 馬丹娜 對 又有音樂 然後後面這個椅背 好 來看看椅背 椅背以前我們是把這邊切掉 把這邊切掉 反過來變後靠背 再眉的時候要用的 眉在後面 可以後靠對不對 而且它這個比較高一點 後面這個後座比較高一點 前座比較高一點 沙發一定要改 沙發要改 這個是沙發 後面再裝這個保桿 當然後來的領導125 就有這個保桿 以前是沒有的 然後前面還有裝一個 小的夏老流 來 夏老流 還有一個夏老流 真的是Shopper 對 然後它這個 領導為什麼在台灣 它應該算是這個 山陽工業的一個 算它的台駐之一 為什麼 因為領導125 領導90 領導50 在當時的銷售 非常非常的誇張 非常非常熱門的一台車 然後它這個什麼 車頭下沉的這種 反倒式的前叉設計 然後後面是雙槍避震器 後面 當時這台車真的已經 相當的豪華 對 而且我覺得現在 很多年輕朋友 可能都不知道 它的大燈開關 在那個時代也是 你現在都看不到 車是這樣的設定 對 像現在我們看到這個 它是切換式的 對 你按一下 它會跳P 再按一下 再跳進燈 遠燈 關掉 對 對 這個真的是 我們現在來回味一下 回味當年的聲音嗎 2T的這個發動聲 有沒有感覺 對 小時候那些 爸爸媽媽接你去上下課的聲音 小時候我們叫阿姨 接我的聲音 就是這個聲音 是 怎麼完全回到當年的記憶對不對 對 可是有些人會把它改到 這種聲音更乖張對不對 像我們這種不正經的 對 我們就開始要變了 來 我們現場來改一下 好 當年會動什麼手腳呢 當年 身為一個專業的修車工人 手上有一隻扳手 也是很正常的是不是 是 我們來改他一下 當年你們動哪些手腳 當年我剛剛講了一句話 就是領導不同共不叫領導 我們那時候 跑去黃河北路那邊 老闆 我要同共 你是要那個蹦蹦蹦 還是要那個咚咚咚 他就問你 因為同不同的位置 聲音都不一樣 真的喔 對 我現在示範一個 但是現在是蹦蹦蹦蹦 咚咚咚咚 大家聽聽看 剛剛聽過 我們用扳手把它給稍微轉鬆 拿開來 剛剛聽過原廠的聲音 剛剛是以前阿姨在我上學的聲音 來 聽聽看 我以前就同共這樣 然後去送報紙 然後我一到巷子口 人家就下來拿報紙 我都不用上樓 因為你待會兒就 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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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裡人家說 尾燈也是 要左右閃左右閃 對 然後裡面還要打領導字樣 當然這台不可免的一樣 我們改了這個所謂 忠生名菜的 忠生名菜在這個地方 後檔泥板 天啊 所以當年這基本的 這標改 當年不都是基本標配嗎 是 這個真的領導125 他很成功的去接收了這個 光陽那邊民流100的市場 後面他也加以發揚光大 然後又出了這個領導的150 後面有領導150 算是 這是紀錄了台灣經濟的 一個歷史對不對 乃哥 對 沒錯 其實我考駕照 18歲去考駕照的時候 騎的就是領導125去 是喔 對 那時候也沒有驗車 所以我的那個行 也差不多就是這樣子 所以你也是放 忠生名菜就對了 沒有 我什麼都 這邊改的我大部分都有 音響什麼也都有 就是少了那個擋泥板 我沒有改 那時候我都覺得 真正是孤獨一批狼 何必要女人呢 對不對 因為年輕18歲也不懂事 現在知道我要跟 那時候的同學道歉 但是我要說 在領導那個時代 還有一個非常有名 就是剛剛雷寧一直提的 這個光陽的明流100 其實我剛剛有說過 我在南部鄉下的地方 在那邊學騎車的時候 也有一台明流100 但是明流100為我們都不騎 因為那時候都覺得 他看起來呆呆的 因為他那個鞋板很長 當然這個鞋板位為風潮就是 大家可以在上面貼什麼 什麼霧望影中人 然後夢十七 到最後彩繪的始祖 應該就是從那一塊鞋板開始 因為它大面積又很素 所以大家都在上面發揮創意出來 所以那時候有很多 包括什麼彈孔的貼紙什麼的 都是在那個時代開始 但是最重要的是 那時候這個所謂的明流100 他用的是行星齒輪 不是像我們這種領導CVT的 行星齒輪三數變數是這樣 對 他也不用換檔 他行星齒輪是說 你加大概時數2 30的時候 你回一下油他就 突然變得好像滑過去一樣 因為進入到第二檔 然後大概到62的時候 你要收一點油再滑過去 的那種感覺會很Smooth 但是你如果不收油 它也是會換檔 但是它就拉得更高 對 它會抖一下 所以那時候騎明流100 就是大家在比試的時候 誰在掌控這個油門 抓那個時光是最厲害的 誰還當評審 就是聯誼的時候 坐後面的那個女孩子 然後停下來說 你坐他的車什麼順不順什麼的 我們會有排名下 這個塞不夠好 當然聽說最後一名 沒有 那時候我們真的練到 真的是黃金右手在身上 因為他又不用打擋 左手都沒事 所以右手一定要特別去練這一個 但是這一台 這個車的設計這樣的話 也就代表它是齒輪 一定比皮帶還耐用 所以之前都有人家說 北領導難名流的那種概念 這句話怎麼出來 因為很簡單 這台車不容易壞 北部像雷寧你看 常常要跑舞廳酒店 不是酒店 舞廳 Pub 這些地方 你要騎的都是比較新的 所以他們更換更迭的速度很快 兩三年兩三年就會 因為他們機車行一直推新 推成初新 所以他們就兩三年兩三年會 我南部小孩比較保守 零用錢駛車也沒那麼多 我們也沒有什麼Pub這種地方 夜總會可以去 我們頂多去放牛 所以我那個名流100都會騎很久 我這邊要平凡一下 我們有去做考察 到屏東的戰備跑道 我們台北在大陸路飆車 然後我去戰備跑道 看那邊飆車 嚇死人名流100 300多台 白壓壓的一片 沒有 我跟你講 這個超可怕 我記得我們小時候 還沒有18歲的時候 就國中的時候 我童年的記憶就是 有兩個比較深的 就是哈雷彗星 跟戰備跑道 那時候真的凌晨去 這個所謂的 這個平鵝公路中間的一段 戰備跑道 你去到那邊真的是 全部都黑壓壓的一片人 就是那邊像夜市一樣 可是那時候我記得 在台北的大陸路是 變成說是 一樣是聚集那麼多人 但是警察會打壓 但是在我們南部沒有 請民一家親 來 我們等一下開放學院 讓這兩位到旁邊去打一打 我們再決定 真的是 那是一個快樂的時代 所以就是說 明流100在南部 是很多人 在這個年紀的一個回憶 對 不管是明流 不管是領導 當年幾乎算是 我們現在看到Toyota 那種省車滿街跑的概念 對不對 其實後來不是有姐妹車嗎 領導後面 風速125對不對 是 它這個風速125 剛剛就講到斜板 所以你看到這一台 就是它的前面有斜板 然後變所謂車頭固定式 剛剛這個標準款 我們稱為可動式車頭 這叫固定式車頭 那這個 風速125是固定式車頭 對 他就已經開始找 當時王傑是天王 是國產天王 對 找他來代言 然後找他來拍廣告 第一代是找張宏亮 憂鬱歌王 對 來一首歌 聽聽 莫名 我就喜歡你 我告訴你 我領導考完 我馬上賣掉就是換風速 這個風速真的 在那時候也很熱 因為它又比這個領導 感覺更時尚 更時尚 對 我記得是我們班班長 他的風速早上被偷 然後晚上就打電話 跟他媽講又拿了 那時候好像也要超過 6萬塊左右 5萬多塊 大概6萬塊又下午 馬上買一台 再買一台騎回家 所以那時候風速是 比較牙皮型 這種說真的 領導有江湖味 江湖味 多了一點點的江湖味 那時候的兄弟 那時候兄弟騎這個都很不錯 後來行情好一點 尋仇要在騎領導 後來行情好一點 就開天王星 底下言論不代表本台立場 沒有 那都是 法律追訴期過了 二十幾年前 好 來 我們休息一下 好 回味完過去 等一下我們再來看看 有些蔡奇亞神車 有些白牌車 如果你真的要選的話 我們幫大家比一比 馬上回來 這一階段我們針對的是小資主 騎車買菜代步通勤都適合的車款 比方說這6萬上下的話 可以考慮這一台嗎 其實說現在我們的摩托車來講 6萬多塊真的還滿難找摩托車的 不過如果說是以這個級距 我們來推薦摩托車來講的話 像一些小資主或者是 甚至一些菜籃組 這一款車 maybe是我們最划算的一個選擇 怎麼說 因為其實你看它的價位 可能是在6萬多塊 可是它其實是一台125CC 可是它的大小卻像是跟 旁邊這100CC 甚至更小台的這種摩托車 差不多大小 這是125 看起來滿小的對不對 坐上去 對 所以說像妹妹這樣子 我們在騎在路上的話 其實非常好操控 重量也不會太重 相對的這種時尚感 應該也是這個價位裡面 可以找到比較好的選擇 對 坐上來我就是妹妹 就覺得自己年輕許多多 因為騎上這種車 你大概不會覺得 它是一台買菜車 不過相對的 它也可以達到買菜車的功能 那它有動力嗎 騎這種車有什麼樂趣 相對的 我們在這種摩托車的級距來講 大部分可能都只能買到 譬如說前後都是古煞的 這一種配備的摩托車 可是相對的像我們 宏家騰這台車 它前面倒是配備了 一個碟煞的設計 動力以125CC的動力 搭配上這種100CC的大小 其實它的動力上 算是非常的充沛的 而且碟煞如果你想改的話 其實也滿好改的 改裝的配備當然是很多 就會非常多 對 如果我們現在題目 設定在5萬上下的話 5萬上下我們可以考慮哪一台 這台是霧是不是 對 如果5萬上下的話 我們會就是 現在其實霧是一個 比較 說比較超值的一個選擇 因為現在大家其實景氣不是那麼好 所以現在他們推出這台霧100 然後有做了一些變更 譬如說今天 它的椅墊是比較長的 因為現在很多 就是現在很多媽媽會去接小孩 所以它其實有時候 譬如說再一個或兩個小孩 雖然說在法律上是危險的 不過因為現在是民情需要 所以很多媽媽會去騎摩車接送小孩 所以它做電是長的 還有它側面的這個地方 因為小孩腳比較短 所以除了一般人的飛雪踏板之外 它另外上面再做了一個地方 讓小孩子去踩他的腳 貼心的 對 還有我覺得最厲害是它的價格 因為它價格定價在5萬3千塊左右 但是現在因為政府的補助 然後在他們自己加碼 所以大概可以補助要1萬2千8 意思是說大概4萬出頭 就可以買到這台車 那現在在一般外面 一般行情是5萬 6萬 7萬 8萬的車價下面 如果小自主騎車 我們會滿推薦這個車款的 而且聽說這車身滿輕的是不是 車身很輕 剛剛我看雷尼塔 直接直接把它搭起來 對 所以其實 因為女孩子的力量比較小 所以基本上 我的天啊 它也太輕了吧 對 是比較需要的 女生比較拉不動 對 但是女生騎這台車 只要看到有男生經過 就說你可不可以幫我一下 我跟你講 每個人都會變神力的男超人 我可以幫你主動移車沒有問題 我幫你移車 就這樣拉一下就過去了 是的 所以這就是停車也方便 它小巧 然後應有盡有 對 然後 如果可以跟著我 可以帶你去抓住 我會把他送給你 不可以幫你 寫得到 如果在一起 公司 我會把他送給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